白色轿车打了方向灯要回转 竟直接连跨两个车道 后方两辆车高速直行 完全来不及闪 连续猛烈撞击轿车尾 力道之大连监视画面都被喊动 放慢再看一次 第一辆车有试图往右闪 却还是擦撞轿车屁股 把保险杆都给撞碎 第二辆车完全闪不掉 拦腰猛撞车车后半段 这期连环车祸发生在桃园中立 24号晚上10点多 而且不止画面里三车连撞 还波及路边的大货车 自小客车共骑辆车 其中一台被撞的驾驶 还余计犹存 这起七车连撞 最后一共造成三个大人 两个小孩受伤送医 惊悚连环之后也发生在花莲 白色轿车要右转 却失控撞上对象计程车 两车往左右弹开 计程车一路退退退 又波及五部气息车 这起车祸造成三人轻伤 幸好都没有大碍 照是驾驶酒测值超标 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大道上黑色轿车 突然切出快速左转 完全没有注意到 慢车道有直行机车 蹦了一下把女骑士撞飞 女骑士在空中旋转365度后 重摔落地 她一动也不动趴在地上 而这一幕刚好被一台反对的 救护车看见 救护人员活速下车 协助女骑士送医 惊险的车祸发生在台湾大道 东兴路口 当时左转灯号 疑似还没亮 轿车猴急撞上机车 巨大的撞击力 保险感整块撞掉 女骑士喷飞十公尺远 驾驶犹豫了一下 竟粘过机车 祸速逃逸 女骑士全身是伤 眼镜被撞断 留下满地血 幸好她意识清楚 而夸张的驾驶撞了人 非但没下车 是猛催油门逃逸 最后还汽车落跑 在碰撞之后离开现场 并将车辆 弃之在停车场 驾驶从撞人 造势地点到汽车点前后 只相差500公尺 两分钟的车程 警方怀疑驾驶有喝酒 为了逃避酒测 才故意省饮想拖时间 目前先将撞烂的车子 扣回正全力搜索当中 街坊强三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小黄问江与乘客大爆口酒 大街超到面红二次 竟全是因为这个举动 从右边下车可以吗 从右边下车啦 不要那么凶嘛 我跟他讲了他不听啊 到达目的地 请乘客右方下车 但对方还是从左下 自己怕被罚钱 态度失控 即便乘客说要留电话 双方依旧大爆走 警方到场问江乘客 依旧谁也不让谁 怒气直破表继续互表 晚间九点多正值平安夜 小黄司机与乘客 因为从左边下车 互杠没完 双方都认为自己没错 究竟谁说的有理 如果他从左车上下车 导致事故发生的话 可以处汽车驾驶 1200元至3600元的罚还 警方解答法条 虽然规定除了担心到 可以从左下车 一般汽车乘客 都得从右边下 但若没照势 没法罚 若真的照势挨罚的 就是驾驶 难怪问江担心到 可以扑扑 但双方如果各退一步 又话好好讲 就不必闹到平安夜 不安宁 记者李琴 黄玉兰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台北市中山区 在稍早发生一起 巨检逃逸案件 有一辆兵制车 临停在路旁 车内传出了 振振酒气 远警上前拦查 想不到驾驶巨检 甚至试图要冲撞 而远警当场开枪 驾驶加速的逃逸 还差点装上一旁远警 情急之下 朝轮胎开了一枪 还是让驾驶逃逸 警方随后 透过监视器 找到当事车辆 并且在车内找到了一张证件 已经要求该名男子 道案说明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